用跑百米速度狂奔的30年 现在中国要休息了 日本正要重新再起 各位台湘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谢金河 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 那么这个礼拜的单元 我们要来看看 在经过30年的祖福之后 日本的日经指数现在来到33年的高点 我们看到日本很多的看板 最近都用红色的来呈现日股的大涨 在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用一个比较长的图来看 大家看到在1990年的时候 台股到12682 日本的日经指数最高达到38957点 在那个年代大家都在讲 台湾前腌脚目 一路腌腌膝盖肚脐到腌鼓之后 台股暴跌1万点 日本情况比台湾来的更惨烈 他从38957点之后 在2011年的前后 他掉到6966点 现在日经指数回到33年来的新高点 各位看到在1990年的时候 日本大量的放款房地产泡沫了 那之后日本人开始不断的存钱 孤朝明先生最喜欢讲 叫资产负债表的调整 这段时间资产负债表在修补 而物价不断的下跌 这是日本现在所谓的通货紧缩 经过25年30年之后 日本现在叫无债一顺青 它的负债比例非常的低 企业现在自有资本力拉得非常的高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用另外的眼光 来看日本的再起 我想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共同来探索的话题 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 延大金控的策略长吴杰吴策略长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来谈日本再起 好 策略长好 社长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吴杰是日本留学回来 他一定会带给大家非常多 在日本过去疏漏30年当中 凝聚内力重新再起 很多人都不知道 为什么延大发行日本基金 我今天有这个机会 我们请吴杰策略长 你看到日本有什么变化 这一次你为什么大力看日本会再起 最近日本终于成为投资界 给大家聊天的话题 刚才社长也提到了 我原大投资这两基金 我想不管是最近的主题也好 或者是基金也好 我们现在有几个字是最重要的 叫做走出失落30年 日本制造业复兴 这两句话大概就代表了 最近日本股票市场的一个变化 首先来讲走出失落30年 我们就要先看看过去30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先看的汇率 其实回顾历史 这个日本在1960年代 美日安保条约这个之后 美国为了要在东亚地区 扶植一个反共的摊头堡 所以在那个时候 开始是大力的扶植日本的产业 可是在这个同时 我们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美国本身的这个产业 被日本的打得非常 所以美日贸易战 大概就是1960年代 到1980年代这个的一个缩影 一开始是纺织工业 70年代的主角是钢铁工业 那80年代最惨烈的 80年代一开始是汽车 汽车工业 80年代后期就变成半导体 那这个80年代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广场协议是1985年9月 广场协议之前 日元的汇率大概是240 50块左右 我来采训了1984年 那个日元是263.5 差不多就这个 然后马上就开始日币急速的升值 一开始是升到150几块 后来就是台湾人一般熟知 认知中的日美汇率是100块左右 其实那个都是后来的 这是日元急速升值之后的事情 那后来美国大概觉得还不太过瘾 到了隔年的1986年 又搞了一个叫做半导体协议 这个半导体协议 基本上就是把日本的半导体的制造业 彻底给击垮了 这两件事情 对日本的经济发展来讲 可以说是 这个我们讲的失落30年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 但是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 在之后 其实日本并不是没有做努力 他就做什么 就是那个用货币政策去刺激景气 他就在90年代初期 就到95年这个几年间 日本的央行就把那个利率 一下从6%降到0 所以我们认知中的0利率 其实是那个时候来 那到今天大概都没有什么改变 那在这个之后 日本还是一样在失落30年 可是这个30年 它有一个 出现一个非常重大的国运转折 那这个坏到谷底的时候 就是311地震 那天我还记得 我人在东京 那天入园75.35 对 好大好大的地震 后来就通知说有海啸了 这个第二天 大家在整理家务的时候 突然日本政府宣布说 福岛核电厂外泄了 那那个时候是日本的国运 衰到极点的一个时候 理论上大家如果可以贬值 结果他升到最高点 升到最高点 对 日本的脾气泰来 就是在安倍晋三当选 然后从此之后 一路贬值贬到今天 那刚刚讲的是汇率 我们再来看股市 我们刚刚讲 日本被美国打断两条腿 是广场协议跟美日半导体协议 但是 他打断两条腿 股市还在涨 还在大涨 你可以看这段一些 所以我常常讲 这一段日本人叫做什么 把伤势当成喜事再办 因为为什么 因为广场协议之后 日币突然升值了三倍 这个就好像什么 这个社长你口袋里 一百块美金 结果早上起来发现 那个变三百块美金了 那很开心 对企业来讲 可能是一百亿美金 变成三百亿美金 这个接下来的 这个五年当中 日本人在做什么事情 在一个狂欢派对 庆祝他成为世界第一的强国 然后开始买爆全世界 那包括他跑去买爆 什么纽约时代广场 然后好像什么 哥伦比 电影公司 全国都把它买光了 但是泡沫经济毕竟是泡沫 他在这个泡沫经济之后 日本的股市从高档 开始往下掉 这个之后 日本就开始进入失落30年 可是注意看 日本的股市的高档 跟台股的那个12682的时间 其实蛮接近的 这个是1989年 12月29 台湾的价钱指数 12682是1990年2月16号 就是刚过完农历年的时候 那安倍当选那一天 我印象特别深刻 9月26号 他是下午的时候 大逆转 把那个石破帽干掉 他变成知名党的总裁 然后他当选知名党总裁的 第二天开始 日本股票市场就开始一路大 一路大涨 所以不是他当首相 他当选总裁 因为当时全日本都知道 他就是首相了 那那个时候其实他已经提出了一些 安倍经济学的一些轮廓了 安倍当选那一天的收盘 日经指数是8950 所以你看现在已经到了三万两千 所以安倍的三次见有三个重点 一个日元贬值 一个是财政宽松 第三个是结构重组 也就是说让妇女重返职场 让老人人口重返职场 这三个现在其实都发挥很大的效果 第一个叫做弱势的日币 就是日币要贬值 日元贬值 第二个叫做温和的通膨 其实日本的通缩很可怕 我跟你讲个笑话 我在日本念书的时候 我一开始要学日文 通常语言学校教的日文 都是从小学生程度开始 都是小孩子的 居然我学到两个单字 到现在有我们一个叫做日币升值 一个叫通货紧缩 这个在台湾很不可思议 你去问台湾的小学生什么叫通货紧缩 他根本不知道 第三件事情是女性就业 我们知道日本那个时候 其实已经碰到少子化的问题了 老年人口重返职场 我有一次到六本木 去吃寿喜锅 帮我在桌边服务 我问他几岁 他是83岁 所以退休人口大量重返职场 其实台湾应该去想一想 在少子化的时代 日本走这个路是对的 是的 但是我这边还是要补充一件事 这个事情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通货膨胀跟货币贬值 绝对不是经济的万灵单 但是对日本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日本是一个以外销导向的一个经济 我们刚刚讲60年代开始 就是日本的制造业 是有个非常强大的抵运 它的抵运重点是什么 其实我把它归纳成三个重点 研究 创新 还有个制造力 灵谷物有个丰田博物馆的用日文写的几个字 让我印象很深刻 他说要把研究创新制造力的重要性要传达给下一代 那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再引申出来 有一个忍之士 公元2000年以来日本人总共得了19个诺贝尔奖 这个在全世界是仅次于美国 你可以想象说日本喜欢研究 喜欢创新 喜欢制造这件事情 应该想说他们全国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 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 就是任天堂这家公司 大家都以为他是做电动玩具机器的 其实他不是 他是19世纪的时候 在京都做安阿飘那种纸牌子的公司 他的竞争力其实不是在做什么机器制造 而是那个什么 Entertainment这件事情 那另外一家公司可能很多人都忘了他的存在 叫做富士软片 大家都讲他失败的例子 其实富士软片现在大家都忘 可能都不晓得 他现在是半导体显影机 还有内视镜的领导厂商 而且我所了解 全世界的面板厂 他也是非常重要的材料供应厂商 那这表示什么 富士软片的竞争力不是在做胶卷 是在做影像的处理这件事情 那另外还有一家公司叫东力 东力是1926年成立 已经快要100年前的 他做家公司的 结果我前一阵子就发现了 原来波音飞机的外壳的碳化纤维机壳 就是东力做的 所以也就是说东力这家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不是在做纺织 不是在做家公司 而是在做纤维 就是说他们可以把每一个产业的专业 研发到淋漓尽致 我最近看到日东晃机 股价突然标起来 我看这个到底做什么 是玻璃纤维部 结果他有入股他有47.6%的 建容 他把台湾的公司把它吃下来 所以台日连结看起来默默的 这个就结盟就多了 是的 那讲到台日连结 我们可能也注意到了 台积电区日本设厂 这个我特别请教你 就是说 1986年美国对日本的晶片克税克100% 他对韩国克0.74% 这个差别待遇的时候 其实已经注定日本半导体急剂衰落 那最近岸田温雄跟全世界包括台积电7家半导体大厂的老板一致排开 这个时候有强烈感受的是 美国正在协助日本重新返回半导体的供应链的体系 这个我相信对未来世界是影响非常盛严的 我们刚刚讲1986年美日半导体协议之后 日本的半导体被打趴 当时最惨的三家公司就是富士通 东芝 Toshiba 还有一个NEC 那当时其实有三家公司 捡到枪马上兴起的 一个就是台积电 一个爱斯摩尔 一个三星 第二个是日元升值之后 它的外销产业就只好大量出走 出走之后 谁最爽呢 就是亚洲四小龙 社长有没有注意到 亚洲四小龙这个名字出来 刚好就是广场协议之后的事件 然后后来就是中国的世界工厂 基本上也是 就把日本就洗剪光了 所以最近你看到日本这个 Domantis 股价大幅上涨 东京威力科创 股价大概涨70%了 这个其实告诉你 日本现在开始有一些新的格局出来 刚才社长提到半导体产业 其实台湾跟 日本的半导体有一个非常强的互补 台湾在晶圆制造跟封装测试 这两个部门是 全世界第一大的 然后日本在 这个材料 设备 这两块是世界的超强 因为这个美日半导体协议没有禁止它做材料 所以台日的这个合作有两个意义 一个就是说它把两边的强项 结合在一起 加接在一起 第二个重要是说 终于日本要脱掉那个1986年 那个美日半导体那个井窟咒 终于要脱掉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接下来 在日本的这个制造业的复兴 它会是一个很重要的 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是2019年之前 就是三星的市值跟台积电 三星压着台积电 对压着它 现在台积电赢它很多 对 那个转折的关键就是日韩贸易战 那日韩贸易战事实上日本只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限制关键化学材料材料 一给它进下去之后 三星的股价就变成国难一样 整个国家就垮掉了 那我最近常常就提醒朋友 我说有一个坏消息 他们又和好了 所以接下来台积电跟三星的竞争力 我们还是值得注意 好我想 现在大概你可以想象到 日本是在全世界当中 它直幅时间最久 日经指数现在到三万两千点之后 我相信是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了 那我相信 大家可以看到在台股 最后涨到一万八千六百一十九 如果你从一万八千六百一十九 到一万八千六百一十九 大概增加1.5倍 如果日本能够再突破三八九五七 我们对未来日本你有什么看法 其实最近我常常被问到这个问题 那刚才社长已经把重点已经提出来了 他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还没有创历史新高的 虽然说我们常常在讲说 日本今天一直在往上涨 可是他距离三万九千点的那个记录 其实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 大家不要只看股价涨 其实因为他的股价涨速 能不能追上他获利成长的速度 两个数字给大家参考 我们都知道2012年安倍扭转了日本的命运 所以日本的股票从九千点涨到现在三万多点 可是我却发现 全世界的这个股价净值比 日本还是最低 而且日本现在的股价净值比跟2012年是维持在同一个水准 你们可以看在2012年起涨的时候的本益比跟现在是同一个水准 那就表示我刚刚讲的 就是日本即使是股票涨了三倍了 他仍然维持一个物美价廉的水准 日本的失落30年走出来这件事情 其实这样讲一点不好意思 我发现一直到一两个月前 台湾还有很多经济学家非常看坏日本 他们看坏日本的原因是 他们不太理解日本的经济结构跟别人的不太一样 日本的下一波的再起是制造业的复兴 我们从日本的股价来看的话 事实上它的价钱其实还是蛮便宜的 而且有一点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其实日本的股票买最多的人就是日本政府自己 买了100多兆日币 日本像是一个全世界大家很久没有注意到 最近很多李专跟我讲一件事情 他说你们推日本基金时间太好了 他说现在你一般李专不是卖产品不是美股 就台股要么就是保险要么就债券 他说这四样东西我们的客人都套一大堆了 唯独大家手上都没有日股 那我说当然过去30年谁投资日本谁倒霉 突然他有一个全世界唯一的天堂 所以最近的我判断了 日本的一支大涨跟全世界的热钱涌入 会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在讲日本要好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半信半疑 日经到32,000点之后 大家终于有共识 知道日本会好 日本会好多久 我相信这一次元大发行的日本基金 在最重要的timing 那么在全球的地缘政治 重大的转折时刻 我相信日本的好 应该才正要开启日本未来的大运 这个时候他跟中国刚好是翘翘板的关系 你知道在1990年之后 日本陷入失落30年 中国是在奔驰的路上 用跑百米速度狂奔的30年 现在中国要休息了 日本休息完之后 日本正要重新再起 这个未来的大趋势 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感受非常深刻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吴芝芹能够把他在日本 从读书的时代到现在 给大家来做一个完成的演练 我相信重新投资日本 现在是最佳的时机 感谢大家的观赏 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 请不吝点赞